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波是一個傳遞能量的方法 它會把能量向外面傳出去 能量傳出去了 但是戒指沒有跟著一起動 戒指只在原地附近做運動而已 沒有隨波前進 沒有隨波前進 所以呢 這個圖上面有一個繩子 甚至有一個點綁那個蝴蝶結 我手去抖這個繩子就產生了一個波 你從圖上看到這個波從左邊跑到右邊 可是那個蝴蝶結沒有動 蝴蝶結只在上下附近動一下 然後就過去了 所以這叫做戒指沒有隨波前進 波會前進 波形會前進 能量會前進 但是戒指不會前進 所以水面上一片樹葉 旁邊丟石頭 涟漪過去 樹葉晃兩下 但是樹葉不會跟著一起往前走 好 所以像我們的職棒的場所表演波浪 看起來像波浪 它其實就是這樣 人並不需要往前走 人只要上下站起來或者是 坐下來就可以了 可是看起來就有個波浪會往前 波浪會往前走 波動現象 投指一顆石子到平靜的水池中 可以看見水面上 產生以石子握點為中心的圓形波紋 波紋慢慢向外擴展 使漂浮在水面上的葉子 隨著波紋上下晃動 但是葉子並不會隨著波紋前進 欣賞體操表演時 只見表演者輕盈的揮動手臂 手中的彩帶便如同波浪般的舞動了起來 美麗的景象吸引了全場的目光 揮舞絲帶 絲帶呈現波動 絲帶也會隨著神波前進 運動比賽時 看台上的觀眾們 以波浪舞幫選手們加油 波浪舞進行時 場上的選手看到波形向前傳送 但是每個觀眾只是重複身邊的人的動作 在原地上下運動 並未隨著波形前進 波動只傳送波形 震動 能量 不傳遞物質 波形傳播時 每個小黑點只在原地反覆的上下震動 小黑點會由波原來的位置 前進到波等後來位置就位 這就是重點 當初Google的一個 他前面的頭像 告訴你 他不會傳遞戒指 波形會前進 人還在原地上下動一動而已 這就是我們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重點 OK 好 所以平靜湖面上 有個快艇通過 停在湖的小船會晃兩下 請問你 那小船為什麼會晃一晃呢 小船為什麼會晃一晃呢 停車站接問 小船為什麼會晃一晃呢 帥哥 10號 10號 為什麼會晃一晃呢 答案 相對無言 相對無言 唯有內千行 不會 對 對 左家 就是剛剛講過 坡就是擾洞嘛 快艇通過 水坡 水坡就是擾洞 它就會讓它晃啊 這個複子會在晃動啊 在船上跟著一起晃來晃去啊 所以呢 因為有擾洞 有水坡 然後水坡 船到船那邊的時候 它就會隨著我們水坡水的擾洞上下運動啊 好 小孩子玩球 球就在湖中間 他想要呢 從更遠的地方丟石頭 然後產生水坡 然後讓那個水坡把那個球趕回來 請問你 可以嗎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小哥帥哥難吧 有帥哥難嗎 有 二三 二三 來 帥哥難 可以嗎 為什麼不行 就丟更遠 然後有個水坡 水坡又船過 把它趕回來啊 為什麼不行 感覺不行 食物經驗不行 為什麼不行 不知道 很好 你說對了 因為坡紙傳遞能量坡行 不傳遞戒指 不傳遞戒指 所以那個球 只有過去的時候晃兩下 但不會水坡前進 不會水坡前進 所以沒有辦法在更遠的地方丟 產生水坡把它趕回來 好 剛才的內容的重點一 一 知道什麼叫力學坡 什麼叫做電磁坡 需要戒指的叫力學坡 不需要戒指的叫電磁坡 重點二 坡在前進 會傳遞能量 會傳遞坡行 但是戒指指在原地附近做運動 不會水坡前進 這就是我剛才講課的兩個重點 請你要記住 OK